的确是我们感觉到 国家机器动得非常厉害 我的车子都可能被装的最终器 痛批国家机器监控 韩国瑜强调选举这条路 他走得辛苦 更不断受到打压 从选前辩论会开始 就发生护唇膏事件 上任后又声称市长是 遭陈局任内摄影官闯入 自己恐遭装监听器 或者被指示不正当的指令 严格监控韩国瑜市长的行为 一连串整理事件 似乎也冲击到韩国瑜声势 民调越来越低 网络声量由红转黑 坐车被装追踪器的事情 就改口这些 那这些东西其实网友 会接受到这些讯息 那会慢慢转变他们 对韩国瑜支持的态度 就大家在意的东西就是 很多经济啊生活东西 具体端出东西来 我想这是其中一条路 换柱2.0谣言不断 韩国瑜面临选前最大危机 国民党一定会把韩国瑜换掉 前民进党立委赖昆成 上节目点名 韩国瑜违法采购农特产品 还有违法编列特别奖金 没有送到董事会 然后就一个人说 我要照顾这基层员工 外界一片不看好 但来影自家人 可不能随风起舞 脱份式的抹黑式的 其实是最需要受到谴责的 关于韩国瑜部分 其实党中央都已经 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 就是绝对不可能发生 博斥赖昆成说法 也坚定拦引党内决策 但随着2020选战逐渐加温 韩国瑜要怎么 力挽狂澜 赢回选民信心 拿回主导权 让党内走向团结 韩国瑜似乎得先重振气势 欢迎新闻 红旗宇杨纸玉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